不具名读者问,过的孩子就读美容科建教班,在美法院实习,每月休八天,休假的其中两天要去公司上技术课,实际休六天,但是每到过年都没年假,要休假只能用院休去请假,若去上班也没较多薪水,只会拿到200到500元不等红包,难道这样没违反劳机法吗? 已向学校主任和组长反应过,校方只是骂骂导师,问题还是没解决,请问我们应该如何争取权利? 大壮法律地政联合事务所主持律师高宏明达,目前学校与产业机构的建教合作模式,不见得就会让参与建教计划的学生与工作单位产生劳动契约关系,因为劳动契约是受妇人提供劳务,雇佣人支付金钱酬劳, 但建教合作仍是基于教育与学习目的,建教生表面看来,失去合作单位工作,其实往往被认定成如同到学校上课的性质,家长可先查询校方与合作单位的建教计划契约内容,若事先约定学生到合作单位实习,是同有劳动契约,这时家长要求合作单位善进劳机法相关义务,就比较有法律上的依据。 反之,若建教合作契约约定学生到合作单位实习,属于到课堂上课的性质,就难以要求建教合作单位遵守劳机法基本薪资等规定。 虽然政府相关部门希望建教合作的雇主,能尽量为实习学生投保劳健保,甚至给予学生适当的金钱补助,但这属于行政机关的善意提醒。 想让建教合作计划更顺利,使学生获得学习成长的机会,却不一定构成法律上的权利义务。 所以家长和学生最好先问清楚,校方对外建教合作的内容细节,不建议家长直接找建教合作单位理论。 因为建教合作契约是校方与合作单位签订,学生只是经由学校挑选去实习,最好还是直接向校方查询,了解实际状况再决定下一步。 除非建教合作单位与实习学生也签约,家长才可用未满20岁子女的法定代理人身份,跟建教合作单位商谈。 黄哲敏,采访整理更多新闻,请看苹果陪审团粉丝团苹果及时推出法律问苹果网友如有法律问题需要解答,欢迎来信一马尔,C-O-U-R-T-B-S-V-B-S-V-A-P-P-L-E-D-A-I-L-Y.C-O-M.T-W-U建教生是否适用劳机法要看是否与建教单位签立劳动契约,是以图抢当好评友一会员快注册免收费,不注册会后悔, 快点我注册HTTPS冒号双斜杠TW.ABAI.LY斜杠ML924UPCSU关键字法律问苹果劳资纠纷建教生建教合作下载台湾苹果日报APP有话要说投稿及时论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